现在是晚上九点左右啊 我们的船马上就要出发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比雷埃福斯港 看这块 整块这码头有多少船呢 看包括那边 都是 一般的跑比较短的这个航线呢 比如说去圣投里尼啊 或者去哪儿 那个船主要是在对岸啊 那边也有一个叫Blue Ferry 在蓝色船运 蓝色杜伦的这个船 这个是去那个圣投里尼的 去圣投里尼大概也是八个小时 我们这个呢 是去克里特岛 是九个小时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港口 这停了多少船啊 我感觉 真的是每天有数不完的航线 汇聚到雅典来 哇 也很漂亮 那我的 我呢 这个 拿了一瓶啤酒 站在这边喝 我要等它开了航 然后吹吹海风 再回去睡觉 我的啤酒啊 就得在这个时候喝 最有味道 最舒服 哇 你瞧我前面这个是一个邮轮啊 那个好大 有好几层楼高啊 这个 因为我们的船是擦身而过呀 我们可能得等它走了 我们才能走呢 像一个城市一样就过来了 哇塞 你看 你都能看到他们这里的这些人在干什么 在聊天啊什么的 一包尖一包尖的 我们的船正在离港 缓缓的驶离啦 哇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夏天的晚上 凉凉快快的坐在甲板上 看着夜幕下的雅典 没什么比这个更爽的事 太美了 真是 哇 这小风吹得我真舒服 我们驶离的这个地方是防波堤 处的这个防波堤的口门 我们就进入了爱琴海 我们要去追寻欧洲文明的源头了 克里特岛 再见 雅典 那这个呢就是船舱里面的酒店的前台啊 那这块先要check in 就把你的船票给他 然后呢 他们会帮你换这个船舱的钥匙 舱房的这块搞的就像一个酒店一样啊 基本就是酒店管理嘛 那这个船上还有专门为狗使用的房间呢 就是人跟狗共处一室的那种舱房 所以呢爱狗人士是可以带狗轮渡的 好了我已经来到了我今天的这个舱房啊 我这个是一个四人舱 看四人舱 我是睡的是这张床 还写的挺好的 然后他这块呢 你看他还有一个电话 拨酒就可以打到前台啊 然后呢 这有一个写字桌 整个仓房呢不是很大 但是呢也够用了啊 这块是洗手间 他还有浴室呢 他还有洗澡间呢 这么好 还洗澡间 然后有一个洗手台 还行不错不错 这块已经 这边的客人已经来了 看到一个箱子 然后这个客人也在这 他们可能吃饭去了 他楼下有自住餐厅还挺好的 我这个票是38欧 你要是在大厅里带着 好像也得二三十欧 好像差不了太多 他可能对那个带车过来的人 可能是有一个优惠吧 可能是 还行 昨天啊下铺睡了一个人 睡的那个呼噜打的呼噜呼噜的 等我睡下的时候呢 然后这边这个上铺的这个人来了 来了一声一进门一听啊 这个人在打呼噜 然后非常无奈的一个表情看着我 然后说哦 surprise 哇太惊喜了 然后他就拿着包走了 我估计可能去找那个前台换房间去了 后来逛了一会儿啊 这边有一个老男人来了 他们好像都不洗澡 我看没有人洗澡 就只有我洗澡 我觉得还挺舒服 他那水也很大 很重 你看他这个上铺有一个哪不好 你知道吗 这个上铺没有地方放东西 而且呢 他这个铺呢 离这个下边这个桌子还离得特别远 你放瓶水在这儿吧 如果晚上我想喝口水 再够 够不着啊 但是你看他这个下铺就很好 他这下铺呢 你看他这儿 他有一个可以放东西的地方 每个床呢 这块呢 都有一个阅读灯 挺好的 这块呢 是有个插座 但是像这个船呢 它就只有一个插座 你看 这个船就只有这一个插座 然后这块呢 会有一个衣柜啊 什么的 可以放点东西在这块 四个人给三个衣柜 然后这会有把椅子 然后这块呢 它会有一个梯子 梯子一般也是放在这个 放在柜子里的 你拿出来就行啊 就是这个很轻 直接往上一架 你上次的人就可以爬上去了 他们这个床上的卧具啊 什么的 非常干净 而且非常舒服 包括你看这个枕头 这个枕套 非常干净 然后 一点异味都没有 完全没有异味 而且这个枕头 睡得也非常舒服 这床单非常的白 非常白 然后被子也很舒服 这被子盖在身上 不但没有任何异味 而且质地非常细腻 然后你盖在身上 可舒服了 这就有点 就跟住宾馆是一样的感觉 中国有时候你坐那个火车 做卧铺的时候 有时候它的卧具还是稍微有点粗糙的 它用的那个布啊 那个还有点粗 但是呢 像他们这种船上这种 用的这些卧具都很好 然后包括毛巾 包括每个人提供给你一条毛巾 这个毛巾也很软 也很干净 没有任何异味 也没有那种黄不磁咧的那种 28号的早晨6点半 我们船已经抵达了伊拉克里翁 这是克里特岛上的最大的城市 伊拉克里翁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山脉中间比较平坦的一个地方啊 整个这个岛越往西边山越多 往东边呢可能好一些 伊拉克里翁呢属于在这个山中间的一座城市啊 这个船一靠岸啊 你可以看到一个城堡 这个城堡呢叫做威尼斯城堡 因为呢以前整个克里特岛呢 是被威尼斯人统治过一段时间啊 所以呢你经常可以看到什么威尼斯港 威尼斯城堡 威尼斯市场 这都是因为从一二级地年一直到一四级地年 这两百年都是威尼斯人统治这个岛啊 现在是坐上车了啊 我这车备加的几辆大货车之间 这几辆大货车可能都是运送冷纤产品的 所以呢它就一直开着 那发动机呜呜呜呜在那转着 我现在开车行驶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克里特岛啊 如果不告诉你这是一个岛的话 你会觉得这就是一片大陆 尤其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 它是整个希腊第五大城市 而这个岛呢也是地中海上的第五个大岛啊 所以呢它整个克里特岛还是非常大非常大 像我现在呢是打算先往东开 看看能开到什么地方去啊 它主要的很美的海岸啊什么的是在西边 是在西南方向 所以呢过几天除了要去甘尼亚 还要去它的西南方向的一些海边去看一下 是在西南方向的欢迎 grandmother的观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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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